观察者网综合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日本外务事务次官休夜纲南29日举行会谈 众多媒体争相想要采访 然而由于遭到中方拒绝 日媒产经新闻未能入场 随后提出抗议 此时还引发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的站台 对此 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 日本经济新闻NHK独卖新闻 在活动开始前一小时 向外交部新闻司工作人员确认将准时参加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很好奇 这到底是有关媒体自己的意愿 还是有什么人从中施加了什么压力 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 对此我希望日本官方特别是日本驻华使馆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交代 华春莹表示日方的一系列反应简直就是一出非常生动的活脱脱的倒打一耙的戏 8月29日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秋叶刚南 图自外交部网站 据外交部网站 8月29日消息 当天国务委员兼外交部网站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网站 国务员兼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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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的基本人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 确保在任何国家都能行使这些权力至关重要 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图自日本共同社他表示 一向中方提出抗议 对于日本媒体和菅义伟的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给出了明确回应 图自外交部网站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 日本共同社记者问道 据报道 今天 日方官员就中国外交部拒绝产清新闻 采访日本外务省次官方华会见活动 向中方提出抗议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能否告知外交部拒绝产经新闻采访的原因 产经新闻的哪些报道是有问题的 华春莹答 我刚刚看到了法新社报道的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 有关表态 我们对此不能接受 你昨天下午出席外交部记者会了吗 昨天下午来记者会的记者朋友都知道 昨天一名日本记者问到有一家日媒 没去参加采访活动的问题 我当时不了解情况 答应会后去了解一下 从昨天下午一家日本媒体问这个问题 到今天上午产经新闻发表 报道趁中方非法拒绝产经新闻合法采访要求 再到刚才日方官员就此表态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出非常生动的 活脱脱的到达一耳朵的戏 在中国常驻的外国记者们都知道 任何重要外事活动的现场新闻安排 都是由助在国河来访过双方通过友好协商 本着相互尊重和友好对等的原则确定 包括根据活动现场条件 对采访人数予以适当控制 以保证采访活动有序安全进行 这给你们大家应该都不会有任何意义 记者点头同样 昨天下午的活动也是由双方商定采访安排 据我了解 日本经济新闻NHK独卖新闻 在活动开始前一小时 向外交部新闻司工作人员 确认将准时参加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很好奇 这到底是有关媒体自己的意愿 还是有什么人从中施加了什么压力 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 对此 我希望日本官方特别 是日本驻华使馆 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交代 至于你们为什么不让产青新闻采访 中国对外国在华记者采访报道 一贯是积极 友善的提供帮助和便利 大家来外交部记者会采访 遇到过任何障碍吗 日本在北京有28家媒体 约100名记者 采访活动应该没有受到过什么限制 或遇到困难吧 产青新闻趁中方非法 的阻止他们合法采访 我想问一下 北京有600多名外国记者 难道每一场外 是活动都要允许600名记者参加 这才叫合法吗 如果不允许产青去 而别的媒体记者去了 这就是非法吗 或者允许产青去 而别的媒体记者没能去 这就是合法吗 所以 我觉得无论是产青新闻 还是日方有关官员 对这一问题都应有清醒 清楚和正确的认识 双方通过协商安排现场新闻 采访报道 的国际惯例应得到尊重 我们希望与各家外国媒体继续保持良好沟通 心平气和的讨论彼此的关切 希望互要求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也愿意如既往的为各位外国记者 朋友在华依法采访报道提供便利和服务 有什么问题及时来找我们 我们一定会予以很好的处理 你们共同社记者在中国非常活跃 工作非常勤奋 报道也很多 但坦白说 也不是所有报道 都完全符合事实 令我们高兴和满意的 但是 你们的采访遇到过任何障碍或困难吗 没有 对不对 记者点头 共同社记者追问 关于日方官员就此向中方提出抗议 中方有何回应 华春莹答 我们不接受这种无理的抗议 日本政府应对自己的媒体进行引导和约束 要求日本媒体在中国或其他国家遵守住在国法律法规 客观公正报道住在国情况 多做促进日本和住在国了解和合作的是 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而不是破坏性作用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希望日方有关官员能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在任何谈访下来说 我们在从中方提出的国家遵守 我们在国家遵守 我这样做的公司